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 九岁小女孩亲眼看着父母在自己的面前倒下 15年后变成冷酷女杀手 为家人报仇的动作犯罪片致命黑蓝 在哥伦比亚一个大毒枭长发哥的别墅里 一个白衣男子正在和他聊天 白衣男把手里的硬盘交了出来 打算退出黑帮 俗话说上传容易下传男 长发哥怎会轻易放过他 白衣男刚离开 他就让手下的人想办法将其做掉 男子也自知长发哥不会轻易罢手 回到家就赶紧收拾东西 准备带着家人离开 在收拾东西的同时 他顺便给了女儿安娜一个内存卡 说如果自己遭遇到不测 就把他交给警察 还写下了安娜叔叔在美国的地址 到时候可以去投奔他 刚交代完 长发哥的手下就找了过来 安娜的父母知道无路可退 就拿着枪冲出去和他们拼了 留下安娜独自坐在客厅里 听着刺耳的枪声 双眼勤满了泪水 几个混混走上来 想要安娜交出内存卡 他强装镇定 趁一个男子不注意 掏出桌子下面的水果刀 一刀刺穿了对手的手掌 随后一个跳跃 直接从窗户逃跑了 为了抓住安娜 一帮人在平民区追赶了起来 安娜由于身材灵活 爬上钻下 混混们总是慢了一步 最后他硬是被两帮混混 逼得无路可逃 危急时刻 安娜钻进路边的下水道 才逃过一劫 从另一个地方爬出来以后 他直接去了美国大使馆 当他交出内存卡时 工作人员被里面的内容惊呆了 原来这是长发哥洗钱的证据 也是美国人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 为了保护安娜 他们把他送到了美国 飞机落地后 安娜趁着上厕所的机会 偷偷从窗户溜走 他要去芝加哥找自己的叔叔 一路辗转 再找到叔叔的那一刻 安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放声地大哭了起来 其实叔叔已经知道了 他们遇害的消息 只是没想到安娜竟然活了下来 他的叔叔也是一个 不大不小的黑帮分子 因为自己帮派里的事情 自己的儿子也受到牵连 被人杀害 安娜知道后 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杀手 叔叔给他安排了学校 没想到安娜却不愿意去上学 认为上学和成为杀手没有关系 叔叔就掏出手枪 袭击了路边的车辆 告诉他 做杀手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要做一个合格的杀手 就必须上学 一转眼 15年过去了 长大后的安娜这次打扮成了一个喝醉酒的舞女 故意撞向了一辆警车 随后便被关进了拘留室 等到凌晨 所有警察都放纵警惕后 安娜悄悄起来 穿上一身黑衣 打开牢房 调转了摄像头 随后拿走一个勺子 用纸杯接了一点水 慢慢走到警局的配电室 把水杯放在电线上面 让其往下滴水 计算好时间 钻进通风管道 爬到排风扇的旁边 刚好水杯里的水 直接让电线短路 排风扇停止了转动 他迅速钻了过去 来到另一边的拘留室 打晕了看守 做掉了目标人物 还在尸体上留下了一朵花 当警察们反应过来时 安娜已经悄悄地返回了自己的牢房 可谓做的事 神不知 鬼不觉 死者是警方重要的出庭证人 这一下惊动了高层 高层就派出老黑出面调查 这已经是全国发生的 第二十二起同类案件 凶手到底是谁 他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老黑一时没了主意 他决定 依这朵花为线索 把它刊登在各大媒体上 兴许会有收获 果然 此事引起了长发哥的注意 他知道 当年只有安娜的父亲 带过这种图案的项链 自然不用说 这一切肯定是安娜做的 其实长发哥猜的一点也没错 自从把安娜训练成杀手以后 他的叔叔就开始专门做这样的生意 叔叔负责客户 安娜则负责执行 安娜还找了一个画家男朋友 他总是神出鬼没 弄的男友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安娜和叔叔交接工作的地方也很特别 两人总是在一个洗衣房里 确定下一个目标 叔叔也对他的死者身上 留下了记号大为不满 安娜的目的是引出长发哥 而叔叔考虑更多的是安娜的人身安全 因为这样做迟早会暴露自己 但是安娜做的决定 谁也改变不了 叔叔只好由着他去了 这边 老黑无意间从同事口中 知道哥伦比亚盛产此花 就以此为线索 希望从内部系统看一下 有没有线索 那只自己却没有访问的权限 而安娜要暗杀的下一个目标 胖子正在自己的别墅里面狂欢 他似乎也知道有人想要他的性命 一到晚上就命令保镖加强戒备 安娜则跟在保镖的车后面混了进去 偷偷从游泳池下面来到了胖子的卧室 正在熟睡的他突然从梦中惊醒 看着倒地的保镖就知道大事不好 拿起地上的手枪悄悄来到了游泳池 此时安娜已经在这里等他了 他祈求安娜放过自己 还说会出双倍的价钱 安娜依旧没有放过他 直接两枪将其撂倒 老黑向拥有更高权限的CIA高官求助 希望能知道更多的内幕 可是此人并不理会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一手经办的 当初抓到长发哥的时候 他为了自保反过来做了污点证人 CIA一直在保护他 长发哥的手下也安排了杀手来到芝加哥 希望能够找到安娜 而此时的安娜正在和男友亲着 男友很想知道安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是每每说到这个话题 安娜总是沉默不语 无奈的男友就趁他睡觉的时候 偷拍了一张照片 还把安娜的照片拿给自己的好友看了一眼 好友经不住诱惑 就托朋友查了一下安娜的资料 哪知一下就触发了警方的内部系统 老黑赶紧锁定了查找信息的人 同时也锁定了安娜男友的手机号 浑然不觉得安娜在给男友打电话的时候 被警方锁定了位置 当他察觉到的时候 老黑带着人已经到了楼下 无奈只好光着脚跑向了楼梯 老黑他们兵分两路 分别乘电梯走楼梯围堵安娜 安娜不得已只好从中间楼层 钻进了别人的房间 炸开电梯警后 直接跑到了停车场 老黑察觉到后紧跟着追了过来 不过还是被安娜给溜走了 安娜带着狙击枪来找自己的叔叔 却不知叔叔早已被人跟踪 死在了家里 安娜此时是崩溃的 她的一意孤行 让自己最亲的人也葬送了性命 晚上她溜进了老黑的家里 希望他能告诉自己 长发哥藏在什么地方 可是老黑也不知道 而且长发哥还受到了政府的保护 只有中情局掌握着长发哥的动向 安娜可管不了你这么多 威胁老黑要对他的家人下手 除非他想办法 找到长发哥的藏身之处 无奈的老黑只好求助中情局的人 没想到中情局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这可惹恼了安娜 安娜此时正拿着狙击枪站在对面 当中情局的人看到自己身上的红点时 吓得不敢动他 只好乖乖说出了长发哥的住所 这时长发哥他们正在商量如何对付安娜 却不知一枚火箭炮直接飞了过来 众人把长发哥安置在密室之后 就跑出来和安娜打了起来 安娜来去无踪 没有人能够找到她的位置 没一会儿混混躺满了地板 长发哥听到外面没有了动静 就偷偷跑了出来 开上一辆车就溜了 自以为逃出生天了 殊不知 安娜在她的车里放了两条狼狗 安娜一声令下 车里只剩下长发哥的惨叫声了 最后安娜跟男友说了声再见 就踏上了四海维加的路 她不断地去执行刺杀计划 留下自己的记号 那是一种哥伦比亚的兰花 一种白色的非常美丽的花 但她却被迫和杀戮和鲜血连在了一起 被鲜血浇灌长大的兰花 有着暗黑的神秘魅力 因此她对美好的向往就越发地感人至深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